本期两个人性小故事 女人长得太丑 是戏频频失败 多半年了 一部戏没接到 公司对她很是失望决定放弃她 那就拍泳装小电影吧 可女人似乎很不愿意 她很不情愿拍这些 她想要用演技来证明自己 可没人给她机会 回到家的女人看着曾经雪下的日记 一时间感慨万千 那时天真的自己以为只要够努力 将来就一定能够当上演员完成梦想 最终会成为一个大明星 可这才刚刚毕业就处处碰壁 演员之路还没开始 就即将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这时的女人又想起之前与父亲的对话 当她把自己要做演员的想法对父亲讲诗 不但没得到父亲的鼓励 反而还遭到了父亲的打击 她爸说她不是那块料 说人家成名的演员都是很漂亮的 可这句话则深深伤透了女人的心 被他爸打了之后 女人下定决心以后不再回来 现在在想想她的爸爸也许是对的 可是女人并不想认命 既然问题的根源是这张脸 那自己换掉这张脸不就行了 于是女人来到了这家整容店找到了吴岛顺 她告诉吴岛顺说自己要变漂亮 要变完美 要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可吴岛顺却告诉她 想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并不是件简单的事 她今年才21岁吧 她的父母都没意见 她这样草率的换脸之后 她的父母不就不认识她了 这样的代价她真的承受得起吗 女人说自己是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才来到这里 所以恳请吴岛顺一定要帮自己完成这个愿望 那既然如此 吴岛顺也没啥要说的了 她开始确定女人的身体 让女人自己决定自己要以什么样子完成重生 最后女人从众多脸型中 选了一张自己认为很漂亮的脸 当然报仇就是自己的脸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 女人拆线准备出院了 她从亚美改名利呢 准备迎接一个全新的自己 她发誓自己一定要好好利用这张脸成为一个大明星 而吴岛顺就静静地看着她没有回答 带她走了之后才说出一句蕴含深意的话 这是意大利一位女演员曾说过的话 比起外在的美 如果没能得到内在美的话 就没办法获得一名女演员该有的美丽吧 离开整容医院 丽娜直接找了一家诸事会社 这里的市长只看了她一眼 就被她青春美丽的外表所折服 然后她给丽娜一个剧本 说只要她能视镜成功 就能出演明年春天开拍的电影 丽娜看后开心坏了 因为这本剧本正是之前 她没能成功录取的剧本 之后丽娜再次回到了这个视镜间 因为换脸的缘故 这次导演允许她说完台词 为了这场视镜 丽娜之前准备了很多 所以她对台词无比熟悉 也表演得无可挑剔 这样的她终于得到了导演的青睐 第一回合的视镜通过了 丽娜也因此变得十分自信 她觉得那些来视镜的人 都没有自己美丽 所以以这最终的角色 一定会是自己的 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 可天在化妆间等待面试的她 居然看到自己的脸了 她就那么的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把自己震惊的难以言语 另一个自己现在 竟然成为了自己的对手 不过丽娜并不担心 因为之前的自己 就是因为丑才被刷下来的 所以她觉得这次也会一样 导演是不会给这样 丑陋的自己机会的 然而现实却狠狠给了她一巴掌 亚美的另类表演 不但没有被导演阻止 反而也成功得到导演的青睐 再看现在的自己 亚美的突然出现 完全扰乱了她内心 导致她连几句普通的台词 都没能记轻 这就更别提什么事情通过 丽娜很是不敢语 愤怒 事情结束之后 她找到了误导顺 质问她为何把自己的脸卖了 面对丽娜的问题 误导顺淡定解释 自己只是个做手术的 自己没有兴趣 也没有精力去关心别人的隐私 无论是她还是别人 对自己来说都是一笔买卖 代价都是一脸一脸 所以既然她当初把脸交换给了自己 所以自己把脸给谁都与她没有关系 丽娜说误导顺推卸责任 可误导顺就怀疑丽娜到底有没有演员天分 最后两人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回去后丽娜震惊地发现 那个叫亚美的女人竟然去参加 自己之前没有去参加的泳装拍摄了 更让她搞不懂的是 这样丑陋的脸 怎么居然还这么受欢迎 朋友们显然也看到了这段视频 都纷纷给她发短信 说电视上的那个人怎么看着那么像她 丽娜不知道怎么回答 最后干脆把电话关机 可是隔天有关亚美各个版本的 花边新闻都出来了 这些绯闻成功地让她成为了 最近备受热议的人 社长很担心丽娜抢不过亚美 于是这天就替丽娜约出一位 在这个行业分量比较重的人 说只要丽娜能把她拿下 那这个角色基本也就是丽娜的了 可是这个男人吧 怎么说呢 她张嘴闭嘴都是有关要钱规则的 就在丽娜还在矜持的瞬间 亚美突然出现 她十分热情地 直接就粘在了这个男人的身上 俩人聊得热火朝天 把丽娜晾在一边 之后更是一言不合 直接去炮火连天 当天晚上当丽娜十分沮丧地回到家 她接到了她妈妈的电话 她妈说她爸要不行了 想要丽娜回去见她爸最后一面 可是此刻的她要怎么回去呢 于是她就舔个大脸地找到了亚美 起初亚美不明 所以以为丽娜是来向她示威的 结果听到丽娜说她爸要不行了 她才反应过来 原来自己现在的这张脸是丽娜的 丽娜请求亚美一定要与自己回一趟家 自己的爸爸就要不行了 自己现在这个样子没法见她 现在只有亚美能够帮自己了 丽娜说如果亚美能够帮自己这次 无论她提出什么要求都行 最终亚美答应了她 但要求是丽娜必须退出最后的事情 就这样当天下午 亚美就随着丽娜 见到了她那快不行的爸爸 亚美确实是比较专业的演员 把一个见到并未父亲的女儿演得很好 再配合上丽娜 之前给她的台词简直是天衣无缝 最后丽娜的爸爸真的走了 看着丽娜伤心难过亚美的心里 也不是滋味 在劝导丽娜的时候 亚美对她说了自己的来历 亚美的祖父是美国人 所以她长得就有点像外国人 因为这个在试镜的时候 她总是频频被刷掉 类似丽娜也是因为脸的问题 没办法了 亚美就找到了误导顺 想换一个普普通通的脸就行 最主要得像个日本人 于是就选中了丽娜的脸 丽娜听到这就更伤心了 她捧着亚美的脸说自己真傻 竟然把爸爸 赐给自己这么重要的东西给抛弃了 丽娜的话让亚美很不识滋味 所以她让丽娜放心 自己定然会带着她的那份一起努力 自己也一定会当上女主角的 可这真的是丽娜想要的吗 第二天 丽娜父亲的葬礼上 当时间一过 丽娜还没有出现 丽娜就明白自己是被丽娜骗了 另一边 丽娜果然违背约定的 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了最终的选角台上 虽然哭唧唧的样子虚伪至极 成功之后她又来到了悟导顺这里 他们聊着聊着就聊到了亚美 聊到了丽娜 原本确实是准备遵守约定 放弃最后的事情 不过亚美的这句话让她改变了主意 丽娜虽然不舍爸爸的离去 但她也是真的很讨厌自己的那张脸 而且丽娜给亚美的台词里也没有这句话 既然亚美把她演得这么好 那丽娜就决定让亚美一直扮演自己好了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真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 那么故事二 九宝欠了巨额的高利贷 每天都被强制摧带 这伙人对九宝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最后九宝真的没迁还 那他们就准备把九宝卖到国外的园区去 九宝点头称是 但趁他们不注意时跳窗逃之夭夭 他逃到了大桥上想跳桥自杀 可是他很恐高被吓得不行 还是这时他遇到了悟导顺 悟导顺问九宝为什么想死呢 九宝便对悟导顺诉苦 说自己欠了很多钱走投无路之类的 既然如此悟导顺就把九宝带回了整龙室 他说他可以给九宝变成另一个人 给他一个重生的机会要不要 九宝听后开心坏了 他求之不得 于是悟导顺就给九宝打开了自己的脸库 让九宝从中选一个重生吧 见到这么多脸 九宝的选择困难正犯了 他开始纠结要选哪个好呢 他想让悟导顺帮忙结果悲剧 这新的脸就是新的人生 这东西还是自己来选比较好 悟导顺提醒九宝 手术一辈子只能做一次 所以他要谨慎选择 九宝听后犹豫许久 最后选了最左下角的那张脸 现在到了九宝最关心的问题了 要不要钱 可在听到手术的报酬 就是自己不要的脸后 他开心坏了 那还等什么 赶紧换吧 有关误导顺的资料就不再次介绍了 第一集都讲了 转眼一个月后 九宝重生了 他改名叫植树 从医院走出来后 虽然已经换脸了 但他还是很担心被高利贷认出来 不过 再随着他们直奔自己而来 植树吓坏了 植树一下就猛逼了 怎么突然就成为社会大哥了呢 而后他就迷迷糊糊的被带回总部 见到大哥大仙波了 仙波说自己女儿牙子喜欢他很久了 这次正好他回来了 所以就准备找个好日子 让他和牙子把婚结了 听到这植树就更猛了 打了三十多年的光棍 这换脸之后不仅变大哥还要结婚了 从仙波这里离开之后 小弟带着植树去酒吧了 植树很快适应 并入相随俗的一下叫了四个妹子 还是从这开始植树的生活 就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每天除了打架收钱就是泡妹子 小日子过得滋润坏了 突然有一天他从梦中惊醒 醒来后再看手下们再数钱 那是自己这辈子都没见过的钱 这简直太爽了 还是这时他的未婚妻出现了 一个长得挺装饰的妹子 不过只要和他结婚了 植树就会接手整个组织 成为真正的老大 既然彻底没办法回头了 植树只有尽情享受 可随着他越来越放纵 也就越状况百出 最终被牙子察觉到 先波听到这则愤怒至极 牙子是他的唯一 如果植树变新了 他则会干掉植树的 同一时间的植树这里 他遭遇强击 虽然不知道是谁要干掉自己 但他逃走的第一时间 还是找到了吴岛顺 最近的日子过得太好 太滋润了 以至于他忘记了前不久 那个为了躲债 要跳河的自己 开始埋怨着斥责着说 就因为这张脸 自己差点就被杀了 所以他想求吴岛顺 把自己原来的脸换给自己 让自己再变回去 可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换脸手术 一人一辈子做不了第二次 听到这植树又一次的绝望沮丧 正是植树的优柔寡断 所以才会选择最后留下的东西 比如最下方的那张脸 虽然不是很幸运 但至少这些日子 他过得还算不错吧 而被他抛弃的那张脸 现在已经被误导生卖掉了 也就是说 即使可以做手术植树 也回不去了 但在临走前 吴岛顺给植树一个忠告 顺应命运就会被其支配 与之为敌就能支配命运 吴岛顺离开之后 植树接到了仙博的电话 他立刻赶往总部 但一进门后 看着阵仗总觉得哪里不对 果然仙博见他回来 便主动开口 质问植树是不是出卖了他们 因为最近不只是牙子 就连植树的小弟都觉得 植树哪里不对 总觉得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植树想解释 可这又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先博见此没说什么 只是让小弟带进来一个人 一个欠了他们公司巨额债务的人 说只要植树把这个人杀了 他就相信植树没有叛变 可当植树接过枪 看向这个人的瞬间 他猛逼了 因为这个人居然就是那个 换了自己脸的人 期间这个男人拼命解释说 自己不是酒保 但除了植树根本没有人心 当植树拿着枪 对准酒保的瞬间 他想到误导顺之前的警告 顺应命运就会被其支配 与之为敌就能支配命运 所以他不想被命运支配他 要支配命运 接着他在先博面前 坦白自己才是酒保 因为他明白 其实当自己走进雾岛顺那里时 自己的人生就已经结束了 想到这他扣动扳机 结束了自己这荒唐的一生 我而已 我